一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女人,出门就捡钱,买彩票就中奖,但这对她来说只不过是家常便饭。 今天虎将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《倒霉爱神》。 小美是一个幸运的女孩,她能幸运到什么程度呢? 上班时下大雨没带伞,结果马上天晴了,一出门就坐上了空车,还捡了钱,然后一路上都是绿灯。 到了公司,没赶上人挤人的电梯,一回头就来了个空的,还因此邂逅了高富帅,她的生活简直像开了挂一样。 但小帅就不一样了,她可是个十足的倒霉蛋,遇到下雨她没带伞,只好站在路边,还被经过的车捡了一身水。 虽然有自己的乐队,但一直成绩平平,好不容易在表演时遇到了星探,但她又不小心把电线拔了,演出又失败了。 碰巧这天,她遇见了有希望给她投资的大老板,正准备追上去却一脚踩进水坑,走着走着不小心撞到了一个美女。 正想站起来,裤子却不小心掉了,因此被警察当成色狼抓了起来,小帅的生活别提有多倒霉了。 这天,大老板来到小美公司,但公司的高管全都被困在电梯里了,只有小美一个人在现场。 于是小美灵机一动,随便提了个案,本来是想拖延时间,没想到提案却受到了大老板的欣赏。 小美因此升职加薪,不仅有了独立的办公室,还变成了团队的头头。 一次负责舞会,她打算把邻居西装男介绍给上司。 舞会上,小帅也来到了现场,听说今天晚上大老板也会在,她偷偷混进舞会,要为自己的乐队最后争取一次机会。 也正是这时,她邂逅了小美,两人一见钟情,在舞池中若无旁人地跳起舞,最后两人还稳在了一起,这一亲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。 小帅从此顺风顺水,不仅无意中救了大老板一命,还获赠了豪宅一套,自己的乐队也获得了试音的机会。 但小美就没那么幸运了,小帅一走,小美的高跟鞋就断了,紧接着她的裙子也裂开了。 她介绍给上司的西装男,因为出卖肉体被抓了起来,自己被解雇不说,还受到牵连也进了警察局。 然而她刚出警察局,又被经过的车捡了一身水,简直就是曾经的小帅啊。 回到家,小美家里的房顶也在漏水,自己家是住不了了,她被迫住进了闺蜜家,却在吹头发时把头发卡进了吹风机。 这一卡让吹风机短路起火,她一紧张赶紧把吹风机扔进了浴缸, 结果导致整栋楼都停了电,小美感到很疑惑,自己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倒霉了。 于是,她去找了占卜大师,大师说,这正是因为舞会上的那个吻。 小美恍然大悟,她按照舞会上宾客的名单寻找小帅,但是小帅本来就是偷偷溜进去的,并不在名单上。 而且舞会上大家都戴着面具,所以小美只好轻便了所有的男士,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小帅。 这天,在公司电梯里偶遇的高富帅主动约她去看展览,这让她重新燃起了希望,难道自己要开始转运了? 两人来到展览馆,小美却失足跌进了一个泥塑作品里,她狼狈地走在大街上,正想要去吃点东西,却发现钱包不见了,饿着肚子的她没有别的办法,只好直接拿起别人桌上的剩饭吃了起来。 这一举动引起了餐厅其他人的注意,刚好小帅也在餐厅里,她看见小美狼狈的样子很不忍心,于是英雄救美,把她带出了餐厅还给她买了吃的。 不仅如此,小帅还给她介绍了工作,在小帅的介绍下,小美来到一个保龄球馆打扫卫生,但她的霉运却依旧没有停止。 当她拿着吸尘器清扫时,吸尘器却突然失控了,把她甩到了地上,接着她开始清洁桌子下面的口香糖,口香糖却直接掉进了她的嘴里,刚想要擦拭保龄球却把架子打翻了,老板实在忍无可忍,于是让小美去洗厕所。 而另一边,幸运的小帅事业蒸蒸日上,乐队重新获得了成功,自己也变成了大明星。 眼看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远,小帅却在这天碰巧救下了触电的小美,她把小美带回家处理伤口,顺便开导她应对倒霉的方法,毕竟自己也是这么过来的。 就这样,两人渐渐产生了感情。 这天,又下着很大的雨,小美准备出门,但是发现雨散坏了,她被淋得一身湿透,但正好遇见了小帅。 小帅带她回家换衣服,她却把小帅家的洗衣机给弄坏了,泡沫铺满了整个房间。 小帅走进来赶紧关上水阀,接着两人在泡泡里嬉戏打闹,小美彻底被小帅迷住了。 但就在这时,她无意间听见小帅竟然就是舞会上亲吻自己的男人,于是她毫不犹豫地问了上去,果然运气回来了。 隔天,刚出门的她就遇见了老板,老板让她重新回来上班,打车的时候她一招手,面前就停下了一排空车,但小帅又变成了倒霉蛋。 乐队演唱会这天,先是被子手的弦断了,接着吉他手的眼睛受了伤,然后鼓手还被锁在了地下室里,演唱会算是彻底没救了,小帅感到很懊恼。 但这时,小美得知情况后赶来现场,二话不说就献上了一记相吻,小帅立马获得了好运气,演唱会也得以顺利举行。 而这时,又变成倒霉蛋的小美准备偷偷离开,她想把好运留给小帅。 小美来到车站,发现列车全部完点,人倒霉的时候真是处处碰壁。 但也正是因为这样,小帅才能及时来到车站挽留她。 两人又一次接吻,但这一次,结果已经不重要了。 就像小帅说的,他们能留在彼此的生命里,本来就是一种幸运。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这样的剧情是肯定不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,我们不能依靠他人来获取成功,只有通过自己不断努力,才能把幸运永远留在身边。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,咱们下期见。 咱们下期见。